继母给我配了一门上好的婚事 夫婿出身高门大户 年少有为 八字与我也极为般配 但我想不通 为什么要我在中元节的晚上嫁过去 阴气最重之时 怎能操办喜事 但是对方出手阔绰 彩礼送来几十车 继母劝我 将军是征战之人 身上杀戮重 需要用喜气冲散身上的杀气 晚上成亲最好 去了直接洞房 妹妹苏应荣捂着嘴笑 是呢姐姐 可惜我岁数小 这么好的亲事 我想求都求不来 我虽然心存疑惑 但是我命由天不由我 我那便宜爹不吭声 我只有听从安排的份 七月十五那夜 我穿着大红架衣蒙上盖头 在喜娘的搀扶下 上了一顶我看不见颜色的轿子 锣鼓索那吹得跑掉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哀怨 心中生起不踏实的感觉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直到抵达将军府 下了轿子 跨过火盆 我才猛然警觉一件事 为什么过去这么久 迟迟没有新郎来接 大喜之日 没有宾客的喧哗 没有看热闹的人群 周围静得可怕 李官提醒 一败天地 我再也无法按那心中的忐忑 一把掀开盖头 入幕使将军府一半的红 和一半的白 高堂上坐着神色凝重的老太君 是我夫婿的祖母 再看我那位夫婿 没有夫婿 将军府的侍女 手上捧着一身沾染血迹的铠甲 坐在高堂的老太君 淡淡开口 怀川没留下什么遗物 你就跟他的盔甲拜堂成亲吧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晕了过去 郎中给我把过脉 说是受惊过度所致 并无大碍 老太君这才放心 他原以为 我知道这是一桩 嫁过来直接守寡的婚事 没想到我是被继母蒙蔽 才糊里糊涂地成了亲 老太君叹息一声 对我道 可怜的孩子 害苦你了 你既然不愿 我让人把亲退了便是 我自然不想 把自己的一生 搭在一个已死之人身上 可是 一个被退过亲的女子 不论是何原因 往后都会被人诟病 何况家中有软弱无能的父亲 蛇蝎心肠的继母妹妹 我就算回去 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 老太君看出我的心思 握住我的手 道 好孩子 要是不愿意回去 就留下 你以后就是我的孙媳 我绝不会亏待你 我点点头 觉得还不错 与其回家被继母搓磨 将来嫁个不喜欢的男人 还要安前马后的侍奉 不如没有男人 白红喜竹爆出一朵灯花 老太君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叹道 快三更了 民间素有百日回魂之说 皆是鬼节 不知我那不孝的孙儿 今晚记不记得回来 看看我这老婆子 她话未说完 便已经老泪纵横 将门沈家 三代忠烈 她的丈夫 儿子 嫡孙 全都死在战场上 我忽然有些同情这位老太太 她给我锦衣玉食 护我一事无忧 那我往后便膝前尽孝 给她养老送终 老太君撵着佛珠 勾搂着身躯 再磨磨地搀扶下离去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小翠 她是我的陪嫁丫鬟 我叹息一声 翠啊 既来之则安之 不早了 睡吧 小翠却左顾右盼 显得很焦躁不安 凉凉的夜风 从窗帘钻进来 她惊恐地望着我 忽然问 小姐 你不怕吗 怕什么 皆是鬼节 而且老太君还说 今天是孤夜的百日记 小姐长得这般美丽 你说会不会 万一 小翠忽然提高嗓门 万一孤夜的鬼魂半夜回来 找你圆房怎么办 我吓得寒毛植树 浑身一个机灵 对着小翠一顿捶 瞎说什么你 沈淮川为国捐躯 活着的时候保佑大魏子民 死了又怎么会害我们 魂魄若有灵 定会去见她最想念的人 夜已三更 小翠憨声如雷 在小榻上睡得跟死猪一样 月亮如圆盘 洒下一地银灰 窗外婆娑树影下 忽然有一道人影闪过 我吓得灯时坐直了身子 浑身紧绷 联想到以前听过的种种鬼故事 不禁害怕起来 小翠 翠啊 翠 我连喊三声 小翠不仅没有反应 而且呼噜打得更响亮了 我恨小翠 我安慰自己 一定是刚才看花了眼 重新看一遍就没事了 结果 那道人影再次闪过 伴随着嘻嘻嘶嘶的声音 我吓得浑身发抖 躲在被子里 大气不敢出 难道沈淮川的鬼魂 真的回来了 要跟我远房 鬼会穿墙入户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我大着胆子 掀开一道窗户缝 长吸一口气 何方萧小之辈 鬼鬼祟祟是合作派 本姑娘跟你素不相识 你若是找人 千万别找错了地方 万籁俱寂 唯有风声 想来被我吓跑了 我擦亮火时点燃蜡烛 忽然听到轻微的敲门声 谁 外面传来一道清亮的成年男子的声音 嫂子开门 我是我哥 方才和老太君说话时 我便听他讲起 沈淮川还有个树出的弟弟 叫沈卓 他自小顽劣不堪 经常闯出祸事 老太君不喜欢他 我隔着门询问 何事 祖母思念我哥 一直守在祠堂 我担心 他身体受不住 嫂子能不能帮忙去劝劝 没想到这家伙竟是个孝子 老夫人年事已高 我不能不管 当即换好衣服 拢好头发 出门时 冷不丁与外面的人四目相对 由于挨得太近 彼此呼吸 可闻 顽事不恭的沈家二公子 净生了一副极好的皮囊 眉眼坚毅英挺 其长的身影立于月光下 如穷之玉树一般 我在他的瞳孔里看到自己 浮如凝枝的女郎 身上披着红色嫁衣披风 脸上脂粉未湿 头发随意挽起 如清水出芙蓉般秀丽 她的眼睛里 同样闪过惊艳之色 目光迟迟没有从我身上一开 我知道 你放肆 沈卓连忙退后两步 垂手作衣 深夜惊扰嫂嫂 是在下的不是 我问沈卓 为何不去亲自去劝老太君 她似有难言之隐 叹道 我最近闯了祸 祖母要是看见我 定会责骂 还请嫂嫂 不要提见过我的事 我应了 独自前去祠堂 劝说老太君 服侍她睡下后 回到亭中 发现沈卓还没走 叶风凉爽 她一身黑衣打扮 若是有心藏在什么地方 很难被人发现 二公子这身衣裳 倒像是夜行衣 嫂子说笑了 老太君已安寝 你怎么还不走 我毫不客气 递下了逐客令 她指着庭院中 那棵枝叶茂盛的海棠树 这棵树是我七岁那年种的 我对它很有感情 经常想来看看 它有些没话找话 我打了个哈欠 冷冷道 要是舍不得 你明天可以把它跑走 我没再理会 静止进屋 第二日晨起 我去给老太君敬茶 他早已穿戴整齐 让人把府上一英账本准备好 月禅 府上中会 以后便交给你了 若有不懂的慢慢学辩识 不必着急 只是有一点 老太君皱起眉头 仿佛有难言之隐 养在西院那个是个黑了心的 自从槐川离世 他就妄图霸占将军府的家业 我怕那孽障惊扰了你 不准他踏进正院的大门 老太君说的是沈卓 他虽是庶出 但也是老太君的孙子 不知为何 老太君如此厌恶他 从昨晚来看 他分明很关心老太君 看上去也不像顽劣之人 于是我便试探着 多问了几句 老太君长叹一声 家丑不可外扬 但你是自家人 我便跟你说说吧 沈卓的生母是昌女 故意灌醉沈大将军 才怀上身孕 母平子跪进了将军府 成了妾室 可他生下孩子后仍不安分 设计害死沈淮川的母亲 教唆自己的儿子处处跟兄长作对 老太君一怒之下 将这名妾室处死 三个月前 沈淮川的死讯传来 老太君痛不欲生 众目睽睽之下 沈卓在灵前大放厥词 祖母啊 你最心爱的大孙子终于死了 我现在是沈家唯一的种 你还不让人风风光光地把我从西院请回来 将来等你死了 孙儿好给你摔盆哭丧啊哈哈 那是之后 老太君被弃病了 他老来孤身一人 想出的唯一法子便是给沈淮川 娶个未亡人 到府上帮他一把 我父亲只是个京城六坪小官 若非这个缘由 我又怎能嫁到沈家这样的高门大户 转眼三日已过 到了归宁的日子 祭母坐在高堂 摆出长辈的架势 月蝉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你以后在沈家更要谨言慎行 千万别闯出祸事 连累了我们苏家 苏应荣也添油加醋 姐姐当妹妹的多嘴一句 你可千万别不甘寂寞 做出些不守妇道的事情 我冷冷的目光扫过她 既然知道自己多嘴 就闭上 苏应荣自小欺负我惯了 没想到我这次 我敢跟她正面伴嘴 暗中记了仇 我回归房取东西时 被人从背后推进池塘里 最近是雨季 池塘的水深足以把人淹死 我在水中胡乱扑腾两下 趁机抓住荷花精 抬头看到了苏应荣的脸 我惊鸿大喊 苏应荣 我要是出什么事 沈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苏应荣无嘴吃笑 我的好姐姐 你当真以为自己攀上权贵了 沈家要是真把你当个玩意儿 就不会让你带着一箱便宜礼物回门 丢人现眼 母亲说你活着没有用 不如去死 我们会告诉沈家 你受不了当上门寡的委屈 一时想不开 顺便再向沈家要一笔赔偿 以后将军府永远欠苏家一个人情 苏应荣的声音渐渐远去 荷花精被折断 我渐渐沉入水中 思绪一片混乱 早知道把那些回礼都给他们了 小翠这个没用的 关键时候跑哪去了 好像看见我亲娘了 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 有人把我捞进怀里 我难受极了 胸中像堵了什么东西 偏偏被人不断地用力按压 后来又被人勤注唇 度了些新鲜的空气进来 我睁开眼 终于看清眼前人的长相 沈卓 她衣衫浸湿 几缕幅发湿搭搭地贴着 被水浸润过的一张脸 更显得俊美无助 看到我醒来 她又惊又喜 竟忘了体筒 一把将我拥入怀中 月蝉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我大惊失色 身体本能地将她推开 甩了一巴掌上去 你干什么 沈卓被打偏的半边脸 留下五个清晰的手指印 我从老太君那里知道了她的事 对她的印象已经很不好 光天化日之下 她竟敢直呼寡扫闺名 与我行为亲密 简直胆大包天 万一被继母的人看见 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后怕得环顾四周 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才放下心来 想来苏应荣为了方便对我下手 早已就前走了附近的人 沈卓挨了我一巴掌 竟没有生气 她的眼神甚至称得上温柔 对不起 我刚才失态了 我的心情这才稍稍平复 狐疑地打量她 若非沈卓及时相救 我必死无疑 除了方才的失礼 她看起来 俨然是个谦谦君子 跟老太君提到的沈卓 简直判若两人 抱歉 我刚才冲动了 不过 你怎么出现在苏家 沈卓愣了一下 不打反案 祖母为了给你撑颜面 特意准备了十几车贵重礼物 怎么只剩一箱了 没想到这都没瞒得过她 我心虚道 给她们不值得 留在沈家了 带回苏家 只会便宜了继母和苏应荣 我才不给她们 沈卓笑了 漂亮的眼眸里有星光闪动 不愧是沈家的当家主母 你做得对 好东西 当然是留给咱们自家用 她是沈家人 这么说倒也没问题 只是她的笑容 看起来竟充满宠溺 而且跟我说话的语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是两口子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办 她说的是苏应荣推我入水的事 我再早就习惯了你来顺受 而且无凭无据 很容易被反咬一口 沈卓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 直视着我的眼睛 正色道 苏蝉月 你是沈淮川之妻 将军府的当家主母 无论你做什么 沈家都是你的后盾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与他对视良久 两相无言 心头荒芜了多年的野草 被春风一吹 疯了似的蔓延生长 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水 朝他笑笑 多谢你 苏家人见到我浑身湿漉漉的模样 全都吓了一跳 我静止在椅子上坐下 冷声道 本想着回自己娘家 带的侍女小丝不必多 免得排场过大 让父亲和夫人心里不舒坦 没想到被狗眼看人低 当我失事好期 小翠 你去跟门外的车夫说一声 让沈家来几个人 再派个人去报官 父亲已经了解了事情原委 连忙阻拦 谗月 这点小事不值得兴师动众吧 值得 很快 沈家便来了二十个侍卫 侍卫个个都是好手 配着刀剑 气势如虹地闯进苏家大门 拜见夫人 苏应荣何曾见过这种架势 已经慌了神 继母眼见事态不对 恨恨地等了苏应荣一眼 对我笑道 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吗 应荣 还不快带你姐姐去换身衣裳 顺便赔个罪 我瞥了她一眼 不为所动 转而看向苏应荣 束手一指 把她绑了 送交官府 苏应荣吓得滋挖乱叫 我那常年窝囊的爹爹 以身挡在苏应荣身前 放下豪言壮语 苏月缠 别以为当了沈夫人就了不起 我看谁敢动我的女儿 我刚要反问 难道我不是你的女儿吗 我的命不是命吗 门外传来动静 沈府老太君驾到 我连忙前去迎接 这点小事 祖母怎么亲自来了 老太君头戴黑花抹鹅 手主龙头拐杖 是匆忙赶来的 看到我狼狈的模样 满眼都是心疼 孩子 我都听说了 你受了这么大委屈 险些被奸人害死 我怎么放心得下 我鼻子一酸 险些落下泪来 刚才看到父亲不顾一切地 挡在苏应荣面前 我才知何为哀莫大于心思 这些年 我被继母虐待 她从来不闻不问 原来不是因为窝囊 只是不爱我罢了 原以为此生亲情元宝 没想到 还有一位毫无血缘的祖母 将我奉为掌上针 老太君的龙头拐杖 往地上重重益处 气势威严 苏大人 你要继续包庇 陷害我孙媳的罪人吗 上位者只需区区一句话 便能改变事情原来的走向 父亲带头跪下 浸若寒蝉 继母和苏应荣 连连磕头求饶 模样凄惨至极 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 有人撑腰的感觉 与祖母一起来的 还有负责审理 京城案件的张大人 他见过许多这样的事 悄悄询问老太君 要不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毕竟高门大户最重脸面 传出去不好听 老太君不为所动 我听孙媳的 所有人期待得等着我的答复 只要原谅他们 我便能收获不计前嫌 宽宏大量的美名 我扬声道 若连谋杀亲姐这样的罪名 都能饶恕 我大魏朝的法律 又有何用 请张大人秉公处理 我随着老太君的车年 一起回到沈家 他慈祥心善 人却无比精明 真是小翠用杆子 把你捞上来的 我瞧着他 不像个伶俐的 月缠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心虚道 是路过的一个男子 把我就上来的 孙媳怕影响沈家名声 所以撒了谎 老太君拍拍我的手 并没有责怪 果然如此 怪我不好 你花一样的年纪 却要在沈家虚耗一辈子 你以后若是遇见可心的人 老太君没说完 我连忙打断 祖母放心 我愿意留在神府 哪里都不去 我勤奋好学 把府上诸事搭理得井井有条 夜半三更 小翠睡下 我还在研究账本 有人不请自来 翻窗而入 二公子 又来看你的海棠树吗 他点点头 脱腮蹲在我面前 两只胳膊肘处在桌岸上 看上去很是乖巧无害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了 也不是第二次 我在苏家落水那天 晚上他便跳窗而入 问我身上是否还有不爽快 我念着他的救命之恩 好言谢过 谁知自那以后 他几乎每晚都悄无声息地 潜入我的院子 找的理由很是别角 比如想念我种的海棠树了 他不是来看海棠树 分明来看我 我赶过他几次 但他好生不要脸 硬是赖在这里 好在他规矩手里 从来没有过分的举动 他自有他的用处 府上的事物 他比我熟悉 茶庄的收成 丝绸的树木 钱庄的老板是哪里人 他能如数家珍地一一到来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沈卓根本不是祖母说的那般 顽劣不堪 性劣难卓 分明是博文强记 意表人才的顶好男子 沈卓似乎什么都懂 我约束下人 遇上什么麻烦 心中有什么困惑 只要他稍加提点 我便能拨云见物 老太君惊讶于我的飞速进步 夸我天赋异禀 夜色降临时 我心中蠢蠢欲动 不自觉地朝窗外张望 白日里想起沈卓 会情不自禁地弯起唇角 今儿早上 我手上拿着账本 不自觉地神游天外 小翠忽然从背后拍了我一下 小姐 你笑啥 我吓得险些把账本扔了 又羞又怒地把小翠捶了一顿 此时我才后惊后绝 事态的发展态势不对了 我对沈卓的心思 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样清白 里面掺杂了情爱的激动 令人心烦意乱 我把自己在屋里闷了一下午 胡思乱想了一番 后来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苏月缠 你在做什么 才刚成亲 就想男人想疯了吗 从小学过的诗书礼仪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寡嫂和树地 夜间偷偷相见 成何体统 多么荒唐 祖母要是知道了 该气成什么样 我感到罪孽深重 把自己的胳膊掐得通红 这晚他来时 我已经打定主意 一定要跟他划清界限 我翻了一页账本 头也不抬 二公子来去自如 可见我院中防卫不够 明天我会回禀祖母 在院中加派人手 沈卓噎了一下 不明所以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惹你生气了 我烦闷不已 把账本合在桌案上 冷冷到 不晓得你天天来我这里做什么 再不走 我就要喊人了 他的眼睛里闪过慌乱 别喊 看到你屋里的蜡烛还亮着 我来时想跟你说 早点休息 你管得太多 你要是不睡 那我也不走了 这人竟然跟我耍起了无赖 我心道 这是何道理 难道我要当着你的面睡下不成 我一生气 索性吹灭了蜡烛 我要睡了 你走吧 屋子里漆黑一片 周遭寂静无声 听不到他的动静 我慌了神 起身问道 你还在吗 半晌 终于传来他的回应 在寂寂夜里显得低沉阴雅 我在 这种气氛实在太奇怪了 让人心里气上八下 我要赶紧找到伙食 点亮烛台 一不小心 被椅子腿绊住了脚 我惊呼一声 连人带椅子向前倒去 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头会在椅背上撞个大包 但是不知怎么回事 我趴到了沈卓身上 椅子倒地 发出沉重的声响 隔间小榻上 传来小翠带着鼻音的呢喃 哦 什么动静 他醒了 这么大的动静 他终于听到了 他早不醒晚不醒 偏偏现在醒了 小姐 你还好吗 他准备爬起来掌灯 我急忙应声 外面刮风的动静 我没事 你快睡吧 嗯 小姐有事就喊我 小翠还算好糊弄 翻过身去又睡了 我趴在沈卓的胸膛上 两人维持着不知怎样奇怪的姿势 摒弃凝神 大气不敢出 直到小翠的呼噜声又响起 我才发现 因为紧张的缘故 两手竟然一直抓在胸前的衣服上 月亮西移 透过窗纱 泄进一丝月光 沈卓的目光落在我的胳膊上 轻声问道 你胳膊怎么了 此时 那种与人偷情的羞耻感 再次涌上心头 我压着嗓子 恨声道 你滚开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沈卓自那以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祖母与我提起 想从童宗里 寻个合适的孩子 过继到我的名下 由我抚养 恰逢西院的管家婆子来报仗 我粗略地扫了一眼账簿 西院的腌制水粉和首饰绫螺 支出比正院竟要多出十倍 管家婆子神色巨傲 夫人年轻 怕是还不知道我们西院的情况 西院除了正房 还有十八个妾室 姨娘们个个都是主子 花销自然就大了 我惊了一下 险些脱口而出 沈卓竟然成亲了 还有十八房小妾 我扣下账簿 没有立即让人支银子 让管家婆回去等消息 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 沈卓既有妻妾 这些日子为何总缠着我 为何摆出一副温良的模样 就我于危难 不遗余力地叫我俯上诸事 难不成是为了先笼络我的心 再步步为营 吞并沈家的家产 我越想越觉得蹊跷 当天下午我便听说 沈卓不顾阻拦 静止闯到正院去老太君那里闹事了 定是管家婆回去告状 说了老太君要给我过继孩子的事 我顾不上收拾打扮 亲自点了八个侍卫 急匆匆便赶了过去 不管沈卓怎么对我 他要是敢欺负老太君 我绝不放过他 老远便听到房内激烈的争吵 祖母 你宁可把家产给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也不给你的亲孙子 难道我不是沈兹安的种吗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不错 我娘是千人骑的婊子 沈兹安爬上了她的床的时候 怎么不嫌弃她是婊子 听说你把苏月蝉当宝贝一样啊 那娘的能是什么好东西 哄你这个老太婆开心罢了 等你死了 她和她养出来的孽种 都不会给你流一滴眼泪 我很是纳闷 声音怎么会不一样 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直接闯进去 大喊一声 沈卓 老太君怒火攻心 颤颤巍巍地指着她 气得说不出话 男子听到我的声音 冷吃一声 不以为意地回头 接着瞪大眼睛 露出一脸邪恶 哟 你就是我那寡嫂 没人跟我说是 这么个大美人啊 兄长可真没福气 真是抱舔天物啊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顺势舔了舔唇 无礼又放荡 我呆愣在原地 久久没回过神 既然她是沈卓 那我之前认识的人 又是谁 嫂子看我可是 看傻眼了 沈卓嬉嬉笑道 一步一步朝我靠近 老太君生怕她 做出更放肆的举动 大声喝止 沈卓 她是你嫂子 我突然明白了 老太君 为什么要让我进门 她年事已高 已经没有心力 在看护一个孩子长大 她让我成为 沈府的女主人 顶着沈淮川 为亡人的名义 收养一个孩子 若不然 待她百年之后 家业传给沈卓这样的人 不知会闯出多少祸事 不过 沈卓敢在老太君面前 这么放肆 看来老太君 还是太心慈手软了 我走到老太君面前 功身毅礼 祖母即将府上诸事交给我 此事可否让我来处理 老太君疲惫得白白手 我累了 你看着办吧 沈卓对我轻蔑一笑 趾高气昂 你敢怎样 我换来门外的八个侍卫 来人 在 二公子 目无尊卑 对老太君不敬 按照家法 杖则三十 罚去祠堂 跪满十二个时辰 净思已过 拖得远一些 别脏了老太君的耳朵 自那以后 我将西院的枝出虫 心理了一遍 每月只给他们固定银两 钱花没了 便能来支银子 只会纵容他们挥霍无度 鼠热渐渐消退 一场秋雨过后 院里的海棠之夜 被雨打湿 下人正在清扫地上的残叶 我随口问道 这棵海棠树是谁种的 回夫人 是大公子小时候种的 大公子 沈淮川 我这些日子 一直有个疑问 之前假扮沈卓的人 究竟是谁 可惜他被我赶走以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罢了 不想他了 我在宅内待久了 觉得看账本 不过是纸上谈兵 对家业不够熟悉 于是请示了老太君 前去实地查看布庄和田产 现在这世道并不太平 沈家三代 保了大魏朝五十年安稳 北迪一直对沈家军多有忌惮 沈淮川战死沙场后 北迪觉得 大魏失去了铜墙铁壁 又开始蠢蠢欲动 一旦开战 粮食价格必然虚高 我要亲自去叮嘱商户 要提前存粮 待百姓急需粮食的时候 也不要坐地起驾 这一路都很顺利 但回来的途中不顺利 我被山匪给劫了 天色已晚 山洞阴暗潮湿 篝火噼里啪啦地燃着 那群人退下后 带头人缓缓接下面罩 朝我阴侧侧地笑 我的好嫂子 终于落到我手里了 我不禁后退几步 惊恐地望着她 沈卓果然是你 你要干什么 她朝我不步逼近 小翠即使挡在我面前 两眼一闭 视死如归 别碰我家小姐 有什么冲我来 沈卓没使多少力气 轻易便把小翠一脚踢开 凭你这长相 也配本公子碰 嫂子 我们该算算账了 她一手抓住我的衣领 居高临下 目光凶狠 见人 敢打本公子三十大板 见人 敢罚老子跪祠堂 见人 敢恪寇西院的用度 你算什么东西 她每骂一句 便在我脸上 狠狠扇一巴掌 没几下 我的嘴角便渗出血 纵然我拼命反抗 可是男女力气悬殊 我挣扎不过 篝火还在燃着 我用余光贴见小翠 从地上爬起来 起初犹豫不决 瑟瑟发抖 后来还是打定主意 把手伸进篝火 抓住一根燃烧的木柴 去死吧你 她大喊着 目光坚定地朝 沈卓的背后捅去 这一下正好捅到 沈卓的屁股上 沈卓尖叫一声 捂着燃烧的屁股 疼得呲牙咧嘴 她双眼血红 扭头看向小翠 杀心顿起 趁她转身的功夫 我拔下头上的簪子 朝她的后颈刺去 沈卓被激怒 几番回合下来 我和小翠合力 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将我按在地上 壮若疯癫 死娘们 老子今天 把你先奸后杀 沈卓刚扯下我的一件衣裳 突然尖叫一声 被突然出现的男子 一脚踹飞 纵然她全身黑衣 从头到脚 只露出两只眼睛 我还是一眼认出来了 她就是冒充沈卓的那个人 沈卓比我的反应更大 惊恐地看着她 你 你到底是人是鬼 黑衣人一个眼刀杀过去 把沈卓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 她蹲下身 替我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衫 越缠 别怕 我惊魂未定 但还是发觉 沈卓刚才看她的眼神很奇怪 你到底是谁 她不说话 把披风解下盖在我身上 不由分说将我打横抱起 我的嘴盒脸肿了 说话含糊不清 放开我 假沈卓 死骗子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 小翠伤得比我重 你为什么不抱她 她吸了口气 无语地把我的头按进怀里 你还是别说了 下山的路崎岖难行 黑暗笼罩着荒无人烟的山头 我静静地窝在她怀里 彼此呼吸清晰可闻 她的每一步却走得十分稳当 我至今还不知道她是谁 她总是在我最无助时出现 救我于危难之中 但她也飘忽不定得一阵风 不知瞒了我多少秘密 我很气 但又不好意思在这时候对人家撒气 山下医馆大多关门了 她硬是敲开了医馆的门 问诊包扎后 在附近找了家客栈休息 小翠两眼放光 在我耳边嘀咕 小姐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号人物 长得好俊啊 我无奈提醒 在府里也就罢了 在外面别睡那么沉 小翠点头如捣蒜 但她在客栈爬上隔间的小榻 很快就睡熟了 烛火悠悠 把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 那人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怕客栈不安全 她解释 为什么要冒充沈卓 没想到别的身份 你没有身份吗 非要用别人的 她又沉默了 你知道我是个寡妇 我的丈夫沈淮川死在战场上 她皱起眉头 似乎想承认 又似乎不想承认 我索性开门见山 跟她彻底说明白 不管你对我存了什么心思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她满含期待追问 那抛开一切 不考虑身份 你对我有那份心思吗 该如何回答呢 我轻轻摇头 眼中又是无奈 又是无助 我抛不开 老太君对我不薄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断没有半路违背承诺的道理 何况 确认对一个人的爱意之前 我必须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是谁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我可以动心 也可以克制 有泪盈于劫 他抬手轻轻抹去 目光里满含愧疚 对不起 我现在还不能说 我撇过头去 不想理他了 明日一早 我就要离开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去干嘛 不能说 我快要气死了 早知就不该多嘴一问 他好脾气地笑笑 嗓音温润 顺利的话 三个月就能结束了 到时候 我会跟你坦诚一切 你担心的那些都不是问题 不必因此烦恼 月缠 等我回来 望着他的背影 我当时来了脾气 把枕头朝他砸过去 等你回来干嘛 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 我为什么要等你 他被枕头砸到后背 猛地驻足 回头深深地看着我一眼 那一眼满含不明的情愫 吓得我往床脚缩了一些 你要干嘛 他大步走来 高大黑影逆着烛光 静止压下 他唇角含笑 在我额头上印下一吻 完事还一由未尽的甜甜唇 才依依不舍地放开我 我气得破口大骂 臭流氓死变态 你要脸不要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将军府沈淮川的正式夫人 你敢亵渎我 他脸上笑意更浓 瞧了瞧屋外的月色 神清气爽 今晚我在外面守着 早些睡 侍卫找到我时 他已经离开了 回到将军府 我脸上敷着厚厚的膏药 小翠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 看上去都不太体面 沈卓被人按在地上 老太君举着龙头拐杖 毫不手软地打 不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 沈家没有你这样的孽障 即日起族谱上 画掉你的姓名 把西院封了 沈卓驱赶出府 让他到江南的茶庄做苦力 自力更生去吧 沈卓不服 不仅没有一点悔悟之心 对老太君和我破口大骂 侍卫只好拿破布 把他的嘴塞上 老太君问我 月蝉 这样你可满意 我公声道 一切但凭祖母做主 我知道 这已经是老太君 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 他点点头 很是欣慰地看着小翠 这丫头瞧着虽蠢笨了些 但忠心耿耿 重赏 小翠辩解 老太君 我不蠢的 能不能让奴婢继续伺候小姐 她的双手被燃烧得柴火灼伤 留下难看的结痂 以后干活定然受影响 我摸摸她的头 柔声道 傻丫头 我这辈子都不会抛弃你的 回到院中 我简单收拾妥当 特意避开老太君的人 把押送沈卓的侍卫换来 沈卓已经不是沈家人 去茶庄也帮不上什么忙 请夫人明示 不必留活口 老太君什么都好 就是太过心慈手软 沈卓穷凶极恶 指望他悔改 已是没有可能 不如斩草除根 省得留下麻烦 时至九月 北敌大举进攻 边境危急 朝廷不断往北边运送粮草 京中人心惶惶了一阵子 后来发现战火并没有蔓延 日子还是照样过 老太君从同宗里 挑出三个男孩 招呼我过去 月产 你过来瞧瞧 看哪个孩子更合你的演员 这些孩子虽不是出身高门大户 但也家世清白 我不忍看他们跟亲娘骨肉分离 自己也没有做好 当一个母亲的心理准备 便找借口婉拒 放他们回去了 押送沈卓的人 已经回京复命 启炳夫人 二公子死了 那时我正在院中 浇几盆新开的菊花 淡淡道 做得不错 领赏去吧 不是杯子动的手 我浇花的动作一顿 狐疑地望着她 杯子还没准备动手 半路冒出一帮蒙面人 手指刀剑 明显就是冲二公子来的 我们也没阻拦 查到他们的身份了吗 查不出来 看招数像是出自军中 我更纳闷了 我在军中没有亲戚雇人 想来沈卓平时作恶太多 善恶到头中有报 我松了一口气 觉得由别人动手更好 杀人这种事 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上阴赵岭 这种事就不用告诉老太君了 与此同时 北京打了一场漂亮的仗 举国欢腾 北敌人仗着我君换了主帅 不惜清朝而出 谁知在战场上 遇见了最令他们 闻风丧胆的那人 本已死去的沈淮川 策马立于千军万马之前 他手持银枪 一身金色铠甲 映在日光下 恍如天神降临 北敌慌了神 连他们的战马 都惊得抬起前提 消息传到神府时 我和老太君正在用午膳 那小士兵 劈滚尿流地进来报喜 赢了 活着 还活着 老太君仿佛预感到什么 掉了手中的筷子 站起身 你说什么 小士兵喜极而泣 说了好几遍 才把话说清楚 仗打赢了 沈将军还活着 老太君不敢相信 再三确认 你在说什么 你说的是我那孙儿吗 是 是您的孙儿 是咱们府上的大公子 大公子为了迷惑北敌 之前是炸死的 老太君受不了这种刺激 一头晕了过去 我吓得大喊 祖母 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老太君很快就开心地醒了过来 让人撤去沈淮川在祠堂的牌位 家中重新布置起来 我反应比较慢 至今难以接受 啊 我的丈夫没死啊 这都是什么事啊 诚然 我希望沈淮川活着 为朝廷没有失去忠臣良将感到开心 为老太君叛回孙儿感到开心 唯一忐忑的是 这人是我素未谋面的丈夫 嫁过来那晚 我就做好了守寡一生的准备 并给自己列举了没有男人的种种好处 即便某个人不在计划之内 让我有过些许春心萌动 也丝毫没有动摇我守寡的决心 可是现在 我名正言顺的丈夫就要回来了 我的信仰坍塌了 往日遇到什么麻烦 我总能请求老太君指点迷津 但他完全沉醉在孙儿起死回生的喜悦中 根本无法理解我的复杂心情 沈淮川高矮眉丑如何 性情如何 会不会打妻子 我是不是还要跟他远房 后来我渐渐想通了 我既然受沈家庇护 就要勇敢接受沈家的一切 人不能什么好事都想自己摊上 沈淮川班师回朝那天 京城落下第一场雪 他要进宫面圣 没有先回府 老太君没等到鸡叫就起床了 让人在门口放了几百响的鞭炮 我被吵得没了睡意 只好起床梳洗打扮 穿上新裁的衣裳 一直等到赏武 沈淮川也眉眉回来 宫里的旨意倒是先到了 老太君早就是一品告命夫人 圣上这次又给了别的赏赐 我被封为三品告命夫人 传指公公说 是沈淮川在狱前亲自为我求的 他人还怪好咧 晚上在宫中举办筵席 圣上为了彰显体恤 把我娘家人也喊上了 苏应荣在牢里关了几个月 臭名远播 圣旨没有宣他 但是父亲和继母都到了 宴席还没开场 继母眼见着憔悴了不少 静止朝我走来 月缠 这门亲事当初还是我安排的 你那时死活不肯嫁 现在是不是该谢谢我这个当娘的 她这话说得好不要脸 但我是沈淮川的夫人 现在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我身上 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不动声色地拆穿 若非将军炸死 这样好的婚事怎会轮到我 听说妹妹刚从牢里放出来 可有改邪归正 继母吃瘪 脸色难看极了 突然朝我行了跪拜大礼 长辈跪拜晚辈 惹得周围的人一片虚声 继母哭得梨花淡雨 你妹妹从前若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都是我的错 她不肯起身 让侍女把杯中酒递给我 沈夫人 这杯酒就当我替她赔罪了 你若能原谅母亲 便饮下这杯中酒吧 我不敢喝她的东西 可若不喝 便会落下不敬长辈的罪名 被人诟病 进退两难之际 我笑着扶她起身 接了她的酒 接着让小翠也倒了一杯酒 小翠手上有伤 端酒杯时会洒出来一些 我借机把两杯酒云了云 笑容可居地端给继母 岂敢让母亲敬酒 不如我们母女各饮一杯吧 父亲见到我们即将重归于好 十分欣慰地催促 快喝吧 女儿敬的酒 你必须得喝 她喝完后 我才放下戒心 紧跟着一饮而尽 大庭广众 而且那酒她也喝了 总不会出问题了吧 但我还是低估了这位继母 稍坐了一会儿 我便感到头晕目眩 浑身燥热 我一把抓过小翠的手 低声道 快 扶我去个没人的地方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 我不记得了 我趴在水池旁边 从地上抓了几把血塞进衣服里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 但还是不够 那种感觉如万已是心 无处发泄 小翠被支走了 我被人拖到一处偏殿 后来又有人闯进来 她大喊我的名字 但我已经听不清 也看不清了 我把她的衣裳给扒了 贴在温暖宽阔的胸膛上 能够抵消不少心头的燥热 店里没有烛火 只有外面积雪折射的月光 两卷彩影纠缠在一处 被浪翻滚 喘息阵阵 我无师自通 紧紧抱着身上的男人 与他共赴玉海 尽情沉沦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来不及了 男子的胳膊紧紧搂着赤身裸体的我 神情艳足 我吓得险些魂飞天外 抬手扇了她一耳光 放肆 哪来的狂徒 她表情无奈 叹道 你不知道自己被人算计了吗 我当然知道 手忙脚乱的找衣裳 同时不忘质问她 你怎么会在宫里 你到底是谁 话因为落 外面有光亮起 一堆人朝这边涌来 一切都是连环计 我脑中纷乱 心想这次怕是难逃一劫 不知床底下能不能藏人 嘴里嘟嘟囊囊 要是让沈淮川知道 你死定了 我也死定了 她手上的动作更快 展开被褥 把我整个人都包裹在里面 门被破开 有人静止闯入 本宫接到告发 沈夫人在此与人私通 我的脸被她紧紧 按在她胸膛上 抬不起头 连给自己争辩一句的机会 都没有 谁知那道威严的女声 顿了一下 立马换了语气 啊 是沈大将军啊 那 那没事了 皇后娘娘请留步 身边的男人缓缓开口 我家夫人中了情毒 请娘娘彻查 还沈家一个公道 皇后娘娘不仅应允 还贴心地派人送来新衣上 便门关闭 人群散去 我从被窝里钻出来 难以置信地望着她 你是沈淮川 是啊 她臭不要脸地对我笑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我被刚才的情景 差点吓哭了 她居然有脸 跟我开玩笑 我含泪扇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骗子 臭流氓 我被下毒的是 很快水落石出 因为继母也喝了那杯酒 她爱女心切 恨我毁了苏应荣的一生 宁可拼上自己颜面 也要毁了我 她特意喝得很少 又灌了许多茶水下去 趁机找个没人的地方躲了起来 自认能够克服要力 老太君在宴席上找不到我 怀疑是继母做的手脚 把她揪出来质问 没想到药性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作用 继母在大庭广众下 做出了很不体面的事情 颜面丢尽 皇后娘娘从她身上搜到药瓶 一切都无从抵赖 她被尺夺官赋名号 留在宫中做苦役 我有惊无险 回到沈家 老太君和沈淮川祖孙重逢 抱头痛哭 场景十分感人 我默默坐在一旁 一声不吭 今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虽说我是跟自己的丈夫 颠缠捣缝了一番 但是被所有人知道了 我还是羞愧地抬不起头 老太君痛哭过后 终于发现了我的异样 他瞬间变脸 笑咪咪地拉过我的手 月缠 没事搭 没事搭 怀川是你夫君 俗话说 夫妻之乐 雨水之欢 有什么可害羞的 他把我的手 和沈淮川的手交叠 放在一处 眼睛眯成一道缝 怀川 祖母给你挑的媳妇好不好 沈淮川悄悄瞥了我一眼 低声道 极好 孙儿很是喜欢 他脸颊发烫 耳朵跟发红 老太君满意极了 长舒一口气 这位慈祥的老太太 眼神里满是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憧憬 真好啊 真好 天色不早了 你们小两口快去休息吧 我前脚离开老太君的院子 瞬间变了脸色 回去后把房门一关 吹灯睡觉 沈淮川被锁在门外 一下子蒙了 月缠 我还没进去呢 月缠 夫人 娘子 我嫌她锅躁 一咕噜爬起身 隔门大喊 怎么不喊嫂子了 之前喊得不是挺带劲的吗 沈淮川委屈巴巴的解释 圣上秘旨 君中机密 即便是家眷也不能说 而且一开始 我就提示你了 提示 我使劲回忆了一下 她是这么提示的 嫂子开门 我是我哥 很好 我是绝不会让她进门的 而且我身上还疼着 沈淮川九战归来 圣上特意恩准她休假 白天 我和沈淮川 扮演夫妻和顺 把老太君 哄得何不拢嘴 晚上 我不让她进屋 她睡书房 这种日子 持续了一小阵 但我想 她毕竟有难言之隐 而且一直默默保护我 说不感动是假的 就当我准备原谅她的时候 沈淮川从身后 缓住我的腰 在我耳边玩味地唤了一声 嫂子 听到这个称呼 我头皮都要炸了 偏偏她一由未尽 轻咬我的耳垂 怜不知耻地问 月产 你当时是不是就对我动心了 现在想起来 有没有觉得很刺激 我咬碎银牙 一字一顿 沈 怀 川 唯福在 你给我滚出去 今后别想踏进我的房门 她没想到我这次真脑了 跟她动起了真格 那段时日 她能够以掌控全局的姿态 毫无负担地与我打情骂俏 从中寻到不少乐趣 我却是以寡妇的身份 在心动与世俗伦常之间苦苦挣扎 甚至厌恶自己 沈怀川意识到自己玩过头了 认错道歉 我不理她 夜深人静 她主动搬来搓衣板 孤独地跪在门外 娘子 我认打认罚 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苦肉计 又是这一死出 我不动如山 静静地看着她眼 不过多时 外面传来老太君的声音 怀川 你怎么跪在这里 你和月蝉闹矛盾了 我急忙跑到门外 紧张地望着老太君 之前与沈怀川深夜私会的事 绝不能让老太君知道 但我也不想给老太君留下 无理取闹的印象 我和沈怀川可以争吵打骂 但我和老太君的感情 不能有一丝瑕疵 老太君目光转向我 轻声询问 月蝉 怀川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惹你生气了 我心中一紧 郑愁怎么回答 沈怀安跪在地上 摇着老太君的袖子撒娇 祖母 您给平平礼 月蝉飞逼着孙儿 跟她生孩子 孙儿不想这么早要孩子 月蝉就不乐意了 老太君万万没想到 是这个缘故 怒其不争地 抡起龙头拐杖 往她背上轻轻易楚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 月蝉做得对 你们这个年纪就得生孩子 月蝉 你放心 祖母给你做主 我把她跟你一起关在屋里 怀不上孩子 怀不上孩子 不准出门 老太君来了一招狠的 安排侍卫在院外把守 既能防止沈怀川逃出去 又能保证他们 听不到房内的动静 我万万没料到这种结果 在房间里和沈怀川 大眼瞪小眼 跟我保持十步以上的距离 她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 她一步一步得寸进尺 挪到我身侧了 我的亲亲好娘子 礼礼我吗 她惯会甜言蜜语 又长了这样一双勾人的丹凤眼 薄唇贴近我的肌肤石 激起阵阵战力 我一不小心 被她聊得意乱情迷 双手环抱住她的腰身 跟她说轻一点 庭院中的月色 给雪色夺上一层光滑 屋子里却是满是春色 海上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两人大汗淋漓地滚在榻上 她亲亲我烟红的嘴唇 突然杀风景地来了一句 月缠 我们俩还没拜堂 这样算不算是透 我捏住她的嘴 别说了 番外 冬至时节 一场大雪落在京城 在沈淮川的吉利要求下 我们补办了一场婚礼 没有大操大办 甚至没有宴请宾客 老太君说 一家人把日子过好 便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我穿上凤冠霞配 沈淮川穿上新郎喜服 在将军府一拜天地 二拜祖母 愿大魏国泰民安 愿祖母身体康健 愿与夫君如同梁上宴 岁岁长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